苗栗通宵这一家私立幼儿园上周遭到家长指控 一名老师以不当言语霸凌幼儿 结果又传出上个月底刚离职的陈姓园长 涉嫌以投资幼儿园的名义 诈骗家长跟友人一共有50多人受骗 十多年来诈骗金额高达5000多万 幼儿园老师不断以高分被咆哮打骂学生 小小年纪的孩子都被吓哭 老师还要他们不准哭 老师不仅直接喊幼童孤儿 甚至联合其他人孤立一名小朋友 苗栗通宵镇这间私立幼儿园 遭到家长指控 老师用不当言语霸凌幼童 在依据调查的结果 来决议有没有违反不当对待幼儿的部分 案件还在调查中 没有想到现在又被爆料说 上个月底刚离职的陈姓女园长 涉嫌利用投资幼儿园的名义 以每股10万元 三个月就能领一次8000元红利 来诈骗学生家长和友人 我希望学校要出来面对啦 不要一直点心 他跟陈姓特没有关系 虽然事后幼儿园和园长都有发出声明表示 疑似诈骗吸睛都是园长个人行为 不过受害家长仍要求校方应该出来面对 初估受害人约50人 金额约新台币5000万元 因为涉案资金庞大 而且园长也无法交代资金流向 目前警方已经成立专案小组 受理民众报案 不排除有更多的民众受害 姐张新杰妙力报道